小老師 修建院長 我們來董事館 還有在座我們的議員 非常明星 然後我們中央大學的教授們 還有在座所有的中央大學的湯老師 所有的地方上面 所謂賢達 今天來到所有在場的貴賓 大家好 我們大家好 我應該要高麵行行啦 只弄改善他 姓周年啦 很動議 他們說話了嗎 他們說話了嗎 他們說話了 他們說話了 台灣在客家的發展上面有五種槍調 叫四海 大體南 所以四線槍 海路槍今天大家聽到兩種 主要的這個客家的族群使用的這樣議員 我是客家委員會副任務委員周江傑 剛剛老師特別提到這個書名 我從書名開始 不好意思 我是真的被老師在書中有檢驗過的 大家可以翻開第26篇 裡面有看到嗎 26篇 這個報告 這個政府院長其實 那天那個在中場會的報告 副院長其實也在場 就是 在2020年選後 因為我自己也投身參與了 這個2020年的大選 在新竹 在選後呢 針對這個選舉的情況 跟當時的主席蔡英文總統 來報告我們在客中裡頭的政治的發展的情況 所以我報告完之後呢 不知道 就 有一天早上 就有一個 這個同事 就跑到我辦公室 槍姐槍姐 出事了 我說什麼事 那個蝦老師 那時候 有一天在自由時報版版的 那個出了版版 就想說 這個對我們來說 這個壓力就非常非常大 這個 那蝦老師主要針對這個 當時報告的內容 針對我在客廠裡頭 來分析兩屆的中 大選跟立委的選舉的 相關的選票的 這個分布的情況 還有增長的情況 這個 我覺得在一個 知分子的角度上面 其實我們就是 針對這樣的資料 來進行做一個 這個對話 那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蝦老師是一個 反正就是 我們都會讀到 這個相關社會學的 理論劇作的作家 所以當蝦老師在這篇 這個評論上面 特別針對這個報告 評論的時候 這個心裡頭上面 感覺就是 謝謝蝦老師的這個 厚愛 對 針對這個部分 那我馬上也跟這個 蝦老師 跟你們來說 說一下說明說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這個 政局時局的地方上面的 這個變化的看法 那尤其在新竹的地區 在書中其實也特別有提到 就是可能在近幾年來 這個客家阿莊的發展裡頭 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發展的脈絡 以桃園市 桃園市為例 新竹現在桃園市這個 比較可能在都市發展上面的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能漸漸的脫離了地方上面 過去比較重視中族的 比較重視派系的 慢慢慢慢進入到了 比較政黨政治的這樣子的軌道上 所以我想這一篇 這篇報告 副院長當天 我們也特別針對桃園市的部分 在市黨的任內 其實在這次選舉的過程 在那次2020的選舉的過程之中 其實有非常多的區域 其實已經開始慢慢的翻轉 那身為一個客家人 那這個我自己可能也要自我揭露一下 雖然我剛剛說我是伊拉 但是我的阿公 其實是49年來到台南 那他從小 我從小在客家中長大 出生長大 沒有搬到像小老師到都市裡頭 那是我的阿公來到客家莊 那我的奶奶是客家人 我外公外婆也都是客家人 我從小在客家中長大 我自己有一份自我認同的追尋 其實是 那到底我的族群的認同究竟會是什麼 那甚至我在讀書的時期 其實哥姆達公曾經回到中國去 他的老家 他的老家是哪裡 浙江 所以我的名字裡頭有個家 那他希望我們記得這個事情 所以你阿公不是外省客 他不是 他是移民 所以 那是有一個族群上面的一個自我認同的 一個辯證的過程 那我自己心裡頭想 我覺得 我最想在這裡長大 我認同這邊這個土地 我從小吃這樣的食物 聽這樣的語言 那回到浙江你是要聽問說話的 那他們有他們的實用語言 聽不懂 所有人也是習慣完全不懂 那我究竟是什麼人 我覺得我就是剛剛為了那種 在在地化的客家人的認同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的地方上面其實是存在 至少在我自己的發展的成長的軌跡的歷程之中 其實是這樣子一個這樣的過程 所以 最近 在今年 1月份到了客家委員會 那其實今天 因為楊昌正主委在台東有一個總統的行程 所以 應該也要說明一下 客家委員會在近幾年來 尤其在海嘯師的書中 跟做的這個三個部分 其中這個西南巷的部分 也是我們最近幾年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推動的方向 那 東南亞的客家的族群其實也是 從這個中國 到了這個東南亞這樣子的區域裡頭 那近年來 確實台灣跟東南亞之間客家的這樣的交流跟互動 其實是在慢慢的提升 當然 那雖然從2016年 畢竟呢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這個相關疫情相關的 這個 動到 在今年開始 這個 解封之後 疫情過後 我們發現其實東南亞跟我們 這邊客家的相關的社團的 互動的一個比例 跟次數 其實是大肆的在增加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正在客家的角度上面 在西南巷這樣的方向上面 我想可以非常多這個發揮的空間 可以跟這個 東南亞這個 這個 客家能夠有更多的交流的管道 那我們其實也有一個真的實質在黨內的 歷史 其實像目前的一位 部份區的立法委員 羅美軍委員 他實際上其實就是 馬來西亞的客家人 他就是馬來西亞的客家人 那他現在也在台灣 南投 擔任 也是在立法委員 擔任部份區 立委的職責 工作 那 他們跟客家的這個交流的互動 其實就 在這個例子上面 其實就是非常非常有機會 可以多多的能夠來互動跟交流 所以我想 雖然只有0.5 最好 因為你粉紅雖然只有0.5 那我們近年 在房政主委 的領導之下 那我們其實也慢慢的要改變 比如說福老克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認同的說 這個說法 我們希望其實是以客底 客家的底 來當作是一個 讓你能夠有許多 對於身分 像我剛剛這樣子 可能有一個 在身上過程中有一個 身分出去認同的那種過程的人 有一個機會其實可以 認識到自己其實是客家人的底 這個客底的計畫其實在近幾年來 客會也希望能夠朝這樣的方向 讓 不論是都市客也好 或是傳統 在台中彰化 也許彰化這個區域裡頭 其實這個 可能有客家 學童的原則 比例其實是非常高的 可是他們可能自己 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 一個相關計畫的推動 讓他們能夠 在組織的認同上面 能夠加入這個客家的 色彩的元素 最後也是剛剛 我跟蕭老師 就是在這個 世界客家 布拉克爾蘭的場館 這個我們非常 關心這個 即將在八月十一號 開展的世界客家布拉克爾蘭會 那真的 歡迎大家 在八月十一號 到十月十五號 這個展覽期間 能夠來到 桃園市 就在我們高鐵站 周邊的展區 我們目前看起來 在桃園市政府的 客家委員會 只願大家通力的 合作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 能夠在一個 暑假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 非常精彩的 布拉會 能夠讓大家來參加 謝謝大家